哈囉大家好,我是查斯 自從今年3月上傳了淡北直達車這個主題之後 相關的議題和討論可以說是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 甚至查斯也在這幾個月常常收到公部門機關的邀請 去分享甚至說明自己能夠傳達的觀點 而今天我們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淡水捷運開行直達車議題的全新進展 更獨家邀請了淡水的在地議員來參與我們今天的訪問和討論 OK好,我想各位我們的查斯的好朋友大家好 那我是新美式議員陳偉傑 但長期以來我想整個選區裡面對於整個交通的問題 都有很多鄉親提出很多的一個看法 那也感謝這一次我們查斯的一個約訪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看如何藉由大家的一個齊心共利 然後腦力的激盪 然後看能不能來幫我們這個淡水的交通問題來做一個改善 影片會依序講解直達車的必要和目的 以及分享在地居民的看法和國外案例的解讀 所以如果你是想了解淡水捷運開行直達車的議題 或是了解在地居民和議員有什麼樣的態度和想法 就請繼續收看接下來的影片內容 好的,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囉!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淡水線需要直達車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切入的問題點就是淡水地區的發展概況 過去淡海新市鎮的規劃 當時是希望可以引進30萬的人口來到整個淡海新市鎮 所以呢在這幾年陸陸續續很多的新移民移到了淡水來居住 所以我想在這樣的一個,因為房價我們還是相對的輕盈 我想這幾年呢很多的鄉親呢 就是說很多的淡水人是從士林北投或是台北、新北 其他房價更高的地區搬來整個淡水地區 所以淡水地區的人口呢急劇增加 那淡水地區的人口現在已經突破了19萬人 我記得我在2018年來到淡水的時候 那當時的人口數才17萬2 那目前呢經過了4年多呢已經突破了19萬人 也是多了整整2萬人左右 淡水區人口在短短的幾年內從15萬暴增到19萬 也就是至少多出了2萬以上的通勤人口 除了捷運淡水線的運輸能力吃緊以外 也進而讓淡水地區私有運具持有數量大幅提高 然而第一點並無法特別突出直達車的必要性 我們還需要第二點大眾運輸效率低落的現狀 我想當然因為整個從淡水線 其實從淡水到台北車站 好像要45分鐘左右吧 當然我想大家也是希望說 第一個可以縮短上班的時間 因為畢竟坐了40分鐘 上班會覺得比較緊處一點 下班沒關係 有時候坐著捷運看著夕陽回到家裡 還是蠻舒服的 那這個捷運的部分就是說 不管是在淡水捷運站 很多的鄉親都會跟我反應說 這個上去有時候根本要搶位置搶不到 在紅樹林站 因為像輕軌是在紅樹林做轉運 所以很多西市鎮的民眾 坐著輕軌到紅樹林轉運之後 從紅樹林捷運站要上車幾乎是沒位置的 所以他勢必得開車 他搭乘交通運動工具他不方便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希望說捷運能不能加開班次 捷運能不能班次更密集一點 這樣的一些想法就會提出來 沒錯 現今從淡水出發進入台北市區至少需要38分鐘 而淡海新市鎮進入台北市區更需要一個小時左右 用數據來佐證 淡海新市鎮進台北路途平均表定速度僅每小時21公里 那沿線的混雜率 也就是列車的擁擠程度卻高達140% 這也導致淡水地區幾乎沒有利用大眾運輸的優因 我想淡水地區塞車的原因 我想很簡單 因為交通路網的密度不夠 而且對外的連外交通就只有一條台俄線 因為淡水地區是個狹長的一個地形 所以你看從新市鎮一路主委到紅樹林到主委到台北市 他是一個放射狀的 那人口搬進來又越來越多 過去可能在2014年左右 可能淡水才十二三萬人吧 那現在已經到了19萬已經多了5萬人了 5萬人不要多只要多了2萬台交通工具 一定會用色的嘛 在四年前跟四年後我就簡單舉個例 就是說四年前我認為我好像都是 大概六點六點四十六點五十出去 路口跟大家打招呼 覺得車子車流還沒那麼多 但是呢四年後我發現提早半個小時了 可能六點半車子就變多了 所以我想當然第一個 城市的規劃跟交通路網的規劃 沒有齊頭並進 所以當然也會造成淡水地區的一個交通 一個擁捨的一個問題 第三點就是除了捷運以外 知名的通勤習慣在近幾年淡水人口大幅增加的趨勢下 也導致嚴重的塞車問題 逐圍就是淡水進入台北的最大平頸路段 以上的段落我們可以了解 淡水無論是公路還是軌道運輸 都已經到了幾乎飽和且嚴重缺乏效率的情況 那只搭車的開行是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 這點我們需要用一些國外的案例來佐證 這時我們可以從國外的幾個類似案例來分析 別的國家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這類型的問題 逐波快線 一條位於東京的區域通行鐵路 太細節的東西我們不多說 但它有極點跟淡水的情形非常類似 第一個路線末端都有大型的新開發地區 像淡水就是淡海津市鎮 計畫人口13萬餘人 那逐波快線末端也有一個逐波未來市 定義成新開發地的計畫人口15萬人 第二點就是開發區和聚落 距離通勤目的地的市中心都非常遠 淡水進台北就將近20幾公里了 逐波進東京市區甚至有60公里這麼遠 但逐波在這邊的做法就跟淡水不一樣了 淡水使用站站接停的捷運當主幹 然後用輕軌深入開發區接人上捷運 那逐波的模式也是拉一條捷運 但一方面它透過提高這條捷運的速度 讓列車行駛可以快到130公里 另一方面它有運行各種模式的直達車 可以從市中心直接連接到中途的大站和目的地 所以逐波進東京和淡海進台北一樣一小時左右 但逐波快線可以跑到平均速度77公里 路線總長58.9公里 淡水線平均速度卻只有21公里 那其實這類型的鐵路不是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可能是特例嘛 但在日本、香港、德國柏林、泰國曼谷 美國、紐約、英國、倫敦、中國、深圳等等 全世界範圍內的各個大型都會區 都存在用快速的鐵路來服務郊區近市區的旅客 而傳統定義上 站站接停且速度不超過每小時100公里的地鐵系統 也幾乎都不會離開市區10到20公里 或者是也都會透過直達車 提高路線的速線方式來提高效率 那這種鐵路如果回歸到我們前面的定義 它就叫做區域通行鐵路 在接下來的片段 我們要從台灣捷運的現況 來說明台灣的捷運 為什麼會需要直達車來解決問題 我們特別調出今年4月 北捷董事長的會議錄音 到時候再透過比對 來讓大家理解一下我們想要傳達的內容 都是做了幾十年捷運的 所以他們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 我們很清楚 我們從40年前在做台北捷運規劃的時候 那事實上後來的結果是 整個台灣所有的捷運後來 除了機場捷運以外 基本上都是follow台北捷運的這個規劃 其實這裡你們如果有機會看的話 你所在描述的這些都是所謂的鐵路 而不是捷運 以台北捷運公司的說法 捷運的定義就是subway或underground 這種用地鐵來服務市區內短途旅客的交通方式 而區域鐵路指的就是 郊外進入市中心中長途通勤利用的鐵路系統 那這時候我們的交通部鐵道局 也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那就是將所有的軌道運輸定義成 地下鐵路、區域鐵路和城際鐵路 這個是依據各種軌道的性質與功能 比方說距離、速度和利用族群去分類的 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定義上面的概念 然而台灣卻出現一個很奇妙的現狀 那這是理論上 性質已經是區域鐵路功能的路線 卻用捷運來興建 如果不離開市區太遠那倒無所謂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台灣雖然在市中心採用捷運系統 本身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畢竟地鐵或捷運這種東西 本來就適合服務市區內短距離的移動 所以它各站接停、班次密集且規律 可以服務很大量的需求 然而觀察近幾十年來的興建捷運路線 幾乎都在既有路往上再往外延伸 像大海輕軌、捷運三陰線、高雄捷運紅線等等 明明性質已經是區域鐵路功能的路線 依舊用定義上的捷運來興建 那利用捷運路線會有什麼缺點呢? 那就是通勤時間太長的問題 捷運沒有優等直達列車、更高的速度 更長的占據其中任何一個條件 自然就會變成弱勢的交通工具選項 你說40分鐘車程還不會塞車 那倒還無所謂 但一個小時才進得了市區 那真的適合用捷運延伸嗎? 你剛剛提的這幾個點 其實我過去我也很疑惑 我也認為說其實整個捷運 什麼叫捷運 就是在都會區就是說 我之前也跟不管是新北市捷運局 或台北市捷運 溝通過這個概念 我說捷運如果按照是一個都市便利的概念 應該只for台北市就好了 為什麼越拉越遠 你看三陰線可能還要拉到桃園八德 我說那個 你這個都已經跟高鐵 或是說跟鐵路沒什麼兩樣的概念了 當然是不是配合炒作房地產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講 講出來 所以到這邊 大家應該也很好理解直達車的目的了 那若是縮短行車時間 停靠重點車站 加快運行速度 藉此讓捷運在區域鐵路的性質上 而外取得區域鐵路的功能 其實台灣原本可以學日本用既有的傳統鐵路 升級成區域通行鐵路就好 但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傳統鐵路台鐵 在提高效率和延伸路線上都不可行 那反過來台灣這麼多郊外近市區的路廊 都有捷運路線了 那就可以很自然的思考 怎麼利用這些捷運 讓它不只有區域鐵路的性質 還可以有區域鐵路的功能 這才是比較適合且經濟實惠的方案 那講了這麼多 淡水線直達車到底有什麼新進展 當然就像陳如恰爾斯講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如果淡北道路 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的動工之後 我想淡水到台北這段時間 勢必會進入一個交通黑暗期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在大眾運輸工具上來做一個調整 或者說淡北道路已經進入到實體 這個路廊工程的時候 來提升大眾運輸工具的一個量能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時機 不管是我們的公車路線 或者是捷運的一個路線的一個調整 我覺得勢必是得進行的 那到時候我們一定會針對這些部分 希望我們市府交通局 來跟台北市捷運局等等 來做一個西部的溝通看怎麼樣來調整 根據了解淡水線的直達車計畫 因為牽涉到比較多路線當初的設計層面問題 因此要大幅改動路線的運行模式 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和心力 然而根據捷運工程局的說法 直達車的推動時間點可以落在淡北道路時 直動工後進行 如此確保在捷運改進時 不會對交通造成太大的衝擊 而且還可以進一步讓捷運分擔淡北道路施工時的交通A案期 我們也從應援的說法中了解了當地居民的立場 但是可能在早上上班這個部分 我個人也認為很多的鄉親還是希望說 可以有這樣的直達車的概念 或是說跳蛙捷運的概念來施行 讓我們這些不管是需要上班的民眾也好 或者是上課的同學也好會更方便 所以其實很多人是有這樣的一個期待跟期許 對於淡水地區的居民來說 直達車數量自然是越多越好 但也可以在雙北捷運單位協調 並顧及其他沿線居民的角度做取捨 如果說真的有這個跳蛙的可能性 會不會可能就是每半個小時開一班 我也不要影響你太多 例如說早上六點半一班 七點一班 七點半一班 就這三班 我覺得這也是可能對新北市民的一個福利 說真的我不認為做不到 所以我也希望說未來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來把這個東西把它做實現 就像我講的即便一天只開一班也好 最低的訴求 就是讓北捷在接風時段 以半小時間隔開行兩到三班直達車 或甚至如同議員所說的一班就一班 用少量班次先測試居民的搭乘意願和實質影響 再去循序漸進的尋求提高班次數量的可能 這就是當地居民最大的期望 而最後議員也跟我們分享了一些觀點 我認為只要有做一件是成的 或者說我剛剛提到的 只要上班給我開一班也沒關係 至少我覺得我們對鄉親對民眾 而且這樣就是有獲得 其實我做影片的論點 也並不是只要直達車而已 也不是覺得日本還是其他國家很酷很炫 我們也要學 而是面對問題的時候 希望相關單位應該要有積極的態度 我必須老實講 因為這個部分有時候他會太本位 或是說他會針對他過去的經驗 或是說他認為他過去的一些看法想法去累積 然後告訴你說你這個不行太天馬行空 但是有時候確實就像你講的 我們也不是天馬行空 因為這確實第一個就像你講的 國外是有案例的 只是說但就目前來說 不管是兩個市的這個交通局 或是捷運局給我回覆 但就是跟我講說 確實概念不錯 但是太理想化了 那當然我覺得沒關係 就像你講的 如果人家日本做得到 那我們要去 總要去檢討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那就算做不到 你也應該說服 不管是說服Charles 或是說服我們這邊的鄉親說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我想如果真的做不到 大家也能理解嘛 至少我們真的努力過了 看到國外的案例多好多棒不是重點 重點是做得到的話 你有沒有真的學起來 做不到的話 有沒有認真檢討自己為什麼做不到 更何況這些案例在別國 甚至我國的運輸學教科書上一清二楚 但到目前為止 捷運工程級的態度一直都是 我覺得不行 不可能不用研究 卻絲毫沒有提出 因為怎麼樣 所以我們覺得有困難 也沒有針對國外案例說 別人做得到 是因為別人有點點點 國情不同不是不存在 但不是讓你用國情不同當導箭牌 好啦 以上大概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直達車計畫的近況報告 以及居民、議員的觀點和看法 同時也大概說明了 自己做這類型影片的出發點和目的是什麼 所以啦 希望大家下次看到類似的議題時 可以用更理性且積極的態度 參與在公共事務中 因為只有這樣才有進一步的可能嘛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按個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分享一下 duties 請到阻止 你有 在 找